不知道你们对现在的轻薄 商务本 液水的金属颜色加logo的外观设计看腻了没呢 反正我是有点审美疲劳了 今天要测的这款华硕灵药轻薄本 倒是有一点不一样 A面的logo小小的不起眼 用上了几何线条进行点缀 效果看上去比以往的轻薄本多了几丝简约的艺术气息 坐在咖啡厅里搬砖应该是挺醒目的亮仔 你们对这个设计评价如何呢 不过话说回来 A面设计的好看更多是给别人看的 自己对着笔记本看屏幕的时长才是最多的 这台014 2023的屏幕也有一点点小不同 采用了一块14英寸的2.8K OLED屏 华硕是最早一批在笔记本上用上OLED的厂商之一 这个操作并不意外 现在价格和技术都相当成熟了 只是OLED屏用在笔记本上还是会有让人质疑的地方 一个是烧屏和护盐怎样 再一个就是显示效果在轻薄本上 用来长期文字办公 或者设计啥的 效果给不给力啊 不急哈 这期视频就是着重聊一下这个问题 这台014 2023的基本参数我先放出来 大家可以暂停参考一下 聊黑这块最直观影响笔记本体验的屏幕 14英寸16比10 2880乘1800分辨率90Hz带180度开合 10比特支持4种设计切换 听起来可以应对各种商务办公场景对吧 但纸面参数反馈到实际体验上 还要经得起推敲才行 我们先一项一项来看 首先是文字工作 拥有OLED电视做显示器经验的小伙伴 应该深有体会啊 因为OLED屏幕像素的排列问题 游戏倒还好 在Windows上看对比鲜明的文字的时候 字体会有种发虚看不清的感觉 所以桌面端的OLED电视 并不太适合用于从事长期文字工作 手机上现在OLED屏 因为屏幕尺寸小 分辨率高 文字发虚这种现象并不明显 到了笔记本端的处理方式 跟手机也挺类似的 14英寸用上2.8K分辨率 2880×1800这个极力数字 压缩在这块区域上 我是看不出有文字发虚的现象 因为笔记本这边用的是RGB排列 跟电视的RGBW和手机的排列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里拉出了一台 34英寸的三星QD OLED显示器 来对比一下文字显示效果 可以看到即使是QD OLED 这种比WOLED电视更好的 文字显示效果 也没法跟2.8K 14英寸比 毕竟3440×1440分辨率 也没比这台零要高多少 何况两者尺寸差了几倍 所以华硕这块屏幕 用来从事长期文字工作是OK的 但肯定有人会说烧屏和护眼问题 OLED屏的物理特性想要根绝烧屏 恐怕还要很久 所以厂商们能做的是尽可能缓解 华硕给这块屏用上了三星的E4发光材料 来提高亮度和寿命 华硕电脑管家里也打开了 像素刷新 像素偏移等环节措施 长时间固定的任务栏也能隐藏起来 出厂默认是Windows的三色模式 和采用了5分钟屏幕边暗保护 反正保修期内用户使变罩 烧屏了 华硕会免费换屏 还有一个就是护眼了 有的小伙伴会担心OLED屏闪商业 其实早期的OLED屏确实会 而现在华硕都用上了全局低吸调光和内低吸调光 都不用担心屏闪的问题 不过需要注意在SDR模式下低于100nit亮度的时候 要在华硕管家里开启低亮度防闪烁功能才行 这块屏幕还通过了SGS iCare护眼认证 和莱因硬件级低蓝光认证 这里的硬件级就是利用OLED的特性 避开有害蓝光的光谱 同时也不会让画面看上去很黄 以达到护眼的效果 至于OLED的显示效果会比LCD好多少 大部分可以直接看画面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对比 来实测下这块华硕好评的亮度和色彩情况 在SDR模式下 实测全屏亮度能达到400nit 小窗口亮度能再高10nit 在笔记本上还是挺亮的了 开启Windows HDR模式之后 峰值亮度能达到600nit 10%小窗来到645nit 加上OLED理论上接近0的黑场表现 所以它能拿到Display HDR True Black 600认证 色彩这块出厂教设就不用多说了 系统默认就加载了教设文件 还能进行四种色域的切换 在原生默认色域下 色域容积和色域覆盖都相当惊人 所以色彩肉眼看上去画面会比较艳丽 SRGB和Display P3的色域覆盖 大伙也能暂停查看 但Windows的色彩管理嘛 大伙懂的都懂啊 想用颜色准确 还得是切换到对应模式上才好 我测试了常用的SRGB模式的色准 白点色温是6509K 平均的RT1才0.79 最大的RT1是1.73 Display模式下也顺手撤了一下 有用到这个色域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一下 可以说这个色彩表现用来胜任图片工作是没问题的了 亮度不低 色彩色准优秀 OLED的像素级控光 对比度接近无限大 加上90Hz刷新率 这块屏幕的显示效果 已经是刷新了我对笔记本屏幕的印象了 毕竟这个色彩色准效果 是比我现在用的办公屏幕可强太多太多了 性能方面014 2023 搭载的是英特尔13代i7 1360P 4个性能盒加上8个省电能效盒的组合 开启性能模式可以提供30W的性能释放 R23多盒能跑到11000分以上 单盒能到1700分 我们这里还跑了下均衡和安静模式的R23跑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加上96EU的锐举核显 这个性能表现放在轻薄板上还是非常强的 独大师和整机综合能力的Chris Mark跑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总体来说 这台机器用来做轻度剪辑或者平面设计是OK的了 毕竟前面的屏幕数值你们也看到了 续航方面 这次测试下来也是蛮精细的 在开启安静模式 100%屏幕亮度下 联网观看1080P高码率在线弹幕的《让子弹飞》 2小时影片结束后 剩余电量还有75% 能够再看三遍电影了 75Wh的电池能有这样的表现让我非常意外 可见能效盒的异构设计还是蛮省电的 墨鱼看电影都能撑8个钟 打工人做十几个小时搬砖应该不在话下了 拓展方面 0114-2023配备了两个满血雷电4接口 这两个40G的雷电口都支持PD充电和DP输出 并配一个实际的A口和HDMI3.5音频接口 不过读卡器不是全指射有点遗憾 我们再来看一段流媒体《流浪地球2》的效果 虽然不是本地HDR格式 但在OLED屏的加持下 色彩对比度还是相当舒服的 顺便听一下这台0114的音响效果 大伙也可以在弹幕里发表你的感受 还有就是交互方面 Windows终于开始重视跟手机的无线互传了 可惜进场太晚 用起来还不如华硕电脑管家里的华硕闪传方便 它还能调用手机通信和手机摄像头 华硕这个电脑管家功能还是蛮多的 除了系统更新和各种调节 还有AI Mac风降噪、影像增强 以及摄像头优化方面 基本笔记本上用到的功能 这里都能进行设置 前线还挺高 关键是还没广告 这期视频花了很长篇幅来聊这块OLED屏 主要也是因为在笔记本上 一块好屏幕 真的会非常影响使用体验 如今大家都习惯了 手机OLED屏那种通透艳丽的光感 再看回来 笔记本上的传统LCD难免会有落差感 华硕0114、2023这块OLED屏 确实是可以弥补这份落差 让优秀的观感体验更加一致 科技一直在进步 咱们的需求可不能原地踏固 将就够用 你们说对吧 好的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看到现在 我下周我得下期见